轮胎店为何不建议你换米其林 内行人告诉你原因 新手注意别被坑 那么为什么我们去外面轮胎店换轮胎的时候 明明这个店子门头上挂着米其林的牌子 而店主却不给你推荐米其林的轮胎呢 由于这些大品牌的轮胎 它的价格相对比较透明 所以轮胎经销商从他们那里拿到的利润 其实相对比较低的 但是这些大品牌的品牌号召力比较大 所以借用他们的牌子对于招揽客户还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客户进来之后 他们更愿意推荐其他的一些小品牌的轮胎 因为这些小品牌的轮胎店家所拿到的利润 其实比这些大品牌的轮胎更高 这是第一种套路 第二个原因 由于大牌子的轮胎很多都是现金拿货 不同的车子有不同的规格的轮胎 就常见的规格的轮胎 现货摆在那里 估计一屋子都是满满当当一堆 所以说对于终端商的资金压力和压货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还有可能你去换轮胎的时候 刚好要的型号的轮胎店里没有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其他店子借货调货很不方便 所以干脆推荐其他二线品牌有现货的轮胎 这个时候利润又高 而且还不用去别人哪里借货调货 甚至有一些店子只是门头上挂了轮胎的品牌 但是里面的存货是非常少的 而且卖不出去了 还有可能导致轮胎超期不好卖 而这些二级品牌或者小品牌的轮胎压货压力就小多了 因为进货价比较低 而且这些轮胎对于终端商的扶持力度也会更大一些 所以他们更愿意给客户去使用小牌子或者二线品牌的轮胎 其实这种做法在商业领域是一种很通行的销售套路 为了提高利润 降低库存压力 增加资金周转 很多地方其实都这么干 所以我们出去换轮胎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坚定你自己的意志 千万不要到了店子里面 听店子里面一宣传一洗脑就变卦了 请不吝点赞金周转